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年 加拿大各大航空公司问题履线 乘客投诉布置 加拿大政府不得不频频出手 据Global News等媒体报道 今天4月24日 加拿大交通部提出了运输条例的修正案草案 以加强航空乘客的权利 并简化投诉解决程序 让航空公司在航班延误或取消等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 交通部部长奥马尔指出 2019年 加拿大历史上首次实施了航空乘客保护条例 APP2 明确乘客权利 并列明了最低要求和补偿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政府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权利 包括在航空公司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取消航班和长时间延误的退款 以及重大天气事件或大流行病 然而 在执行过程中 乘客仍然在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投诉上遇到了很多问题 不是被航空公司以安全理由退位 就是投诉耗时漫长 积压严重 据加拿大运输部门的报告 截至今年3月20日 累计投诉总数已达42,000多计 与去年同期的13,400起相比 暴增两倍多 让人气愤的是不断膨胀的羁压 意味着每个投诉现在都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来处理 奥巴尔表示 修正案将强制对所有航班中断进行赔偿 除非中断是由法规明确规定的少数情况造成的 他指出 在咨询了利益相关者和加拿大人之后 加拿大运输署CTA将确定例外清单 修正案将包括以下新规 强制对所有航班中断进行赔偿 除非中断是由法规明确规定的非常有限的情况造成的 基于广泛的中断类别 取消对航空公司赔偿义务的豁免 为所有航班中断制定强制性的待遇标准 例如提供食物和水 制定延误行李的要求 并根据政府发布的旅行建议 围绕退款要求制定规定参数 由加拿大运输署工作人员执行的 更简化的航空旅行投诉流程 取代目前的流程 以确保旅行者更快地做出决定 在推定应向投诉人支付赔偿的情况下 对航空乘运人施加更大的举证责任 除非航空乘运人有相反 要求航空公司建立处理航空旅行索赔的内部流程 扩大运输署设定费用 允许加拿大运输署从航空公司收回航空乘客投诉的费用 加强运输署的执法权利 允许运输署增加行政罚款的最高金额 并授权运输署与航空公司签订合规协议 奥马尔说 这意味着将不再有漏洞 航空公司不再能够以安全原因声称航班中断 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事情造成的 而事实并非如此 乘客将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有权获得赔偿 现在是需要航空公司证明他不必付出赔偿 奥马尔表示 在大多数航班中断的情况下 将取消对航空公司赔偿义务的豁免 不过 恶劣的天气仍不会导致额外的赔偿 因为这些因素不在航空公司的控制范围内 奥马尔说 航空公司将被要求在30天内 树立航空乘客的投诉 我们还提议通过让航空公司承担更多责任 让航空公司更有动力尽快直接与旅客解决投诉 据悉 即将到来的繁忙夏季旅游旺季 将不会对航空乘客权利进行更改 该修正案将于2023年9月30日生效 让航空公司有时间进行准备 同时 对不遵守规定的航空公司的罚款 将从25000加元增加到25万加元 奥马尔表示 还在制定新的法例 来处理行李延误和丢失问题 事实上 的确有必要针对行李的问题制定新的法例 在上文提及的航空旅客投诉累计42000几中 仅与行李有关的就有1500起 行李问题不仅包括延误 丢失 还包括疑似收取不合理费用等问题 修正案一旦生效 广大乘客的权益将得到进一步保障 不失为一件好事 不过 却有可能面临更高的机票价格 据报道 代表加拿大四家最大航空公司的行业组织威胁称 修正案一旦实施 机票将可能会加价 加拿大国家航空委员会表示 对乘客更严格的保护措施的成本 可能会通过票价上涨而分摊到旅客身上 日前 联邦交通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连作家JK Rowley都来留言评论 据Daily Hive报道 4月20日时 加拿大交通部长奥马尔在推特 发布了一段9秒钟的视频 画面显示 几位男性政客都穿上了粉色高跟鞋 并围着一张会议桌走着 视频里还能看到 当时旁边站着几名女性正在拍摄视频并发出欢呼声 奥马尔解释说 对女性的暴力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仍然普遍存在 这个举动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于女性遭受暴力事件的注意 同时鼓励成年男子和男孩们都来找出解决办法 他还补充说 他们穿上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粉色高跟鞋是为了表示支持 这条推文被发布后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这24日中午已经有超过9700条评论 连英国作家JK Rowling也转发了这条推文 但他评论说 记得告诉我这样做防止发生了多少宗对女性的杀害事件 还有人回复说 这看起来像实在嘲讽女性穿上高跟鞋走路的样子 男性试图穿粉色高跟鞋 如何能鼓励每个人参与进来 为阻止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寻找解决办法 这一点也没让我感觉到安全 完全是相反的感受 这种马戏团式的方式不能在任何方面帮助到女性 这只是男人们的开心玩笑 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不是可笑的事情 他肯定不会因为一群穿着高跟鞋的家伙们而有所减轻 有人讽刺说 让我们嘲讽女性 行为像个小丑 然后用纳税人的钱 对于这则视频 观众朋友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加拿大杜伦多53岁华人女律师 Isabella Dan失踪一案有了新进展 据CBC报道 最新法庭文件显示 Dan在失踪时面临的挑战重重 在她失踪前正面临专业不当行为的指控 以及来自客户的投诉 指控她欺诈和不当处理他们的钱 这些信息包含在安大略省律师协会 LSO的法庭文件中 安大略省律师协会是监督律师的监管机构 文件显示 LSO最近获得了法庭命令 被任命为淡律师事务所的受托人 从而可以接管银行账户和客户档案 LSO的一位发言人发表声明称 对于这个案件 他们没有评论 但表示 通常受托人服务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发生 该声明中写道 受托人服务保护无力行使 已故已被暂停或吊销执照 已经放弃职业或停止提供法律服务的执照 持有人的客户的利益和财产 文件还提到了LSO收到的有关DAN的投诉 据LSO提交给多伦多高级法院的文件显示 律师协会已经收到三项投诉 并正在调查DAN涉嫌挪用客户信托基金 存在利益冲突 涉嫌抵押贷款欺诈 以及未向客户说明他们的钱的情况 法庭文件没有说明 据称涉及的金额或涉嫌欺诈的总额 LSO的法院申请没有遭到反对 这些指控尚未在法庭上得到审查 文件中也没有任何投诉人的身份信息 警方没有就DAN的法律问题 或他所在事务所的财务问题发表评论 只表示正在不断收到财务记录 并正在审查 目前警方调查人员已采访了DAN的许多商业伙伴 但尚未与其朋友取得联系 警方表示 对我们来说 他的个人生活非常神秘 并且我们还没有真正联系上能了解他的人 警方还证实 DAN使用多个名字 除了Isabella Dan 还有包括DAN睡 DAN柔润 以及Richard Dan等名字 据悉 失踪案发生后 ALSO聘请KIN International Advisory Group In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私家侦探 Brian King 调查该案 King 表示 现在我们不能排除谋杀 或他是否故意失踪 King 透露 已经接触了许多与DAN有关的人 不过他拒绝就此案做进一步评论 以及透露与哪些人进行了结束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